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让他们这么气愤都是因为日前 这枚王兴潭宝宝想吃冰淇淋 窝在素食店柜台左边的角落 却遭到业者报警驱赶 麦当劳有流浪汉在大声吼叫 咆哮这样子 然后我们现场远警到打的时候 是发现一个女子是静静的坐在那边 也没有发现这种咆哮的先行这样子 店家就是希望 看我们能不能把她强制带走来 还是说强制送一件 其实王兴女子也经常到附近店家逗留 店家说她没有攻击性 也不会大声咆哮 对于素食店的做法 她们不敢苟同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赶她们 困扰是不好走路的 不然其他事她没怎样 素食店先做王兴女子是流浪汉打扰到客人 后来又改口说是为了安全才报警 虽然事发后有声称目击过程的员工po文 替处理的店经理抱不平 说没有驱赶 纯粹是怕家属找不到人担心 但po文一会儿就删除了 还是引发其他网友不满 连方炮轰 这疑似歧视身心障碍者的举动 让标榜服务亲切的素食店 严重影响品牌形象 这家麦当劳的店在南子金啸路 就是说非常清楚 它叫又昌店 我原来以为跟民进党的发言人 林又昌有关系 后来去查了一下发现不是 而且他旁边有一条路叫做什么昌的 但是台湾麦当劳公安部乡里 蔡家慧昨天表示 因为他们没有轻易往里的潜意 麦当劳不会道歉 但欢迎他继续来用餐 中华运国唐士正官籁协会 前会长吴曲聪说 唐士正患者个性温信 不亦以人争执 店家如果医疗不善沟通 身心障碍的消费者 可以给他一杯饮料安护 避免引发情绪 但是因为麦当劳过去形象非常好 现在还是非常好 麦当劳的公益或怎么样 他过去在台北有一个礼不让他设中心 我们节目都跟开骂 那个礼被称为天龙礼 在台北市大安区 就谨安理 我们都说怎么可以这样 后来其实全国大家都支持麦当劳 平良心讲 所以是就事论事 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说 有一个唐士正的女子 既然被他找警察说把他赶走 说我找你们警察来 就是要赶走他 要不然你把他送医 这怎么可以这样 这你们高雄 不只是高雄 这对于我们做企业管理的人来说 这是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案例 以服务在服务业里面 知名品牌麦当劳 你当然是顾客至上 所有的服务业不变之铁律 叫顾客至上 我即使遇到了雕刻 我即使遇到了蓄意雕燃的雕刻 我都必须有能力来化解 在服务上面里面的一些困难 但是问题你今天 你面对这个身经障碍者 何况他是一个非常温顺 而且在附近的店家 常常出现的一位女性的顾客 他不是顾客吗 他有绕事吗 那即使 即使他有一些所谓的 言语表达上的不变 你也应该要想办法去 给他更好的服务才对啊 这才叫做一个 以服务业里面 以服务顾客品牌至上的 一个麦当劳应该有的作风啊 你怎么可以把他赶走 而且赶走的人哦 他不是里面的公读生 他是电经理啊 严重的是 报警说有流浪汉咆哮 要警察来处理的是电经理啊 电经理今天是经过 整个公司的训练体系 所被拔走起来 担任电经理的角色 你这不是代表 整个公司的训练系统 出了严重的问题吗 好 其实我们觉得 这件事情是很容易澄清的 当然不会是裸生门 因为现在呢 有非常多的这个记录可循 第一就是当天 他店里头的监视器画面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他们号称 这位唐市政的这个女士 是不是有大声的咆哮 那不仅店里有镜头 在这个棋楼的地方 也会有镜头 再来呢 如果他们打电话 是报警的话 这一定是有录音的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可以弄清楚 那另外我们就要问的是 中间是不是出现了 真的是麦当劳有做错 但是他们抵死不从 我们带你来看 这样一个脸书的po文 其实他很快就被撤下来了 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缘由 但是截录了其中 他们这个右舱店里头 不断的喊约说 没有来赶客人 他写的是 当下警察电话通知其家人时 显得很不耐烦 要他家人赶快把他带走 所以是警察态度很恶劣了 这是他们的这个店员的 一个质疑吗 再来接着又说 警察当下还失控的大声咆哮 叫大家不要可怜他 给他东西 这种人不值得同情 当下听到真的很心疼 很傻言 是不是人民保姆 怎么会在这种场合 说出这番话呢 所以看来好像是 他们打电话报警之后 说的态度恶劣 都是警方造成的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 这个事情 有这么难查清楚吗 不是 重点警察 为什么会跑到他店里去 对不对 借后报案 对对对 如果警察很无聊吗 还是他想吃薯条 对不对 警察就这样打发 他为什么到那里面去 所以我说 这个他不可能是罗生门 他有太多的证据 可以佐证 这个世界的前因后果 那我认为 麦当劳身为素食店的龙头 而且过去一向 有良好的形象 那现在面对这样的 一个危机的时候 其实他必须在道歉 跟还是要硬拗 他应该很快的 可以做出一个决定 那我举一个例子 前一阵子有一个火锅店 他就是有一个是 鼻炎癌的患者 因为他插着鼻胃管 但是因为他们要庆生 一起的 大家很开心的去吃火锅 后来也是属于他们 例如好像是店长 副店长之类的 他觉得说 你弄了鼻炎管 你不可能吃东西 所以他要求你要到 后餐区去等候 那他们就认为说 这个你是歧视 离癌患者 后来这家店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店长还是副店长 后来下跪道歉 当然我们是觉得说 也不需要下跪来 对 但他就是 用非常诚心的方式去道歉 我不是说今天 麦当劳的主管 或者这个店经理 或什么的 你需要下跪道歉 但是 因为麦当劳现在说 他不道歉 我觉得这个 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 一个企业应对这个事情 我想他应该要做 第一个赶快厘清真相 第二个如果却有歧视 他应该要做道歉的 不可以再硬拗过去 我只是说 我们还是很欢迎他来吃 这什么意思呢 你想要把他一笔带过 另外一个就是 刚才就会提到非常重要 也就是麦当劳 作为一个这么大的 连锁性的企业 他对于他的 这些主管部署 他的训练是什么 我觉得他也应该做一个检讨 我想就是有他自己内部的问题 但是对于所有的消费者 还有对于所有 过去大家信任你的一个优良形象的话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不了了之 他应该赶快给社会一个交代了 对但是我们看其实这个店长他开始是怎么讲 依照警方引述 警方说我们到现场发生这个女孩子很乖 问旁边的人这个女子有没有打脑你们 大家都说没有他就只有乖乖坐在那里 有点害羞 有点不太敢讲话 那他就问这个店长 店长说我找你们警察来 就是希望你们带走他或带他去就医 所以警察才会有些不满 才会把这个话传出来 后来记者去访问这个店长 这店长他说因为他当时候也不在场 那警察是不高兴说我们来就是在跟你打交召怎么你不在场 你看 当然他手上并不是受伤包了OK棒吧 不是 因为他有个姿势我们电视台是不能放出来的 所以基本上讲一句他就是比中指 只是我们不能播出所以就把它遮起来 所以他并不是手受伤我们要讲一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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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有什么其他用意不知道 但是就是你讲的那个姿势 这个照片是真的有点点奇怪 因为好像在讲电话 所以讲电话的时候他到底是习惯性的一个手势 虽然是他真的是跟这个案情有关 然后用了一个非常不雅的方式 或者一个比较不礼貌的方式来处理 我想虽然说有图有真相 但是这个因为没有前因后果 比较难去判断 但是我觉得如果刚刚讲到说 这位店经理说他当时不在场 又有点奇怪 因为整个报案跟当初整个处理的过程 就媒体的报导来说 几乎都是在讲到说这位店经理 他本身认为怎么样 他因此觉得有困扰 所以要找警方求助等等 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似乎麦当劳太纵容 或是说太放任由这个右仓店的分区的经理 去单独处理这件事情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当然你可以说他是个个案 因为大部分就像刚刚董哥说的 其实麦当劳的形象 普遍来说还算不错 但是如果说他是个个案的话 我也必须说个案的处理妥当与否 会影响到麦当劳整个的公司形象 因为他不是一般的一个单独的一个店员 或是part time的约聘库 他是一个店经理 所以今天当店经理如果处理的事情 有失分寸 但是你的总公司又不去处理他 任由他去做任何的处置的话 我觉得对麦当劳的整体的形象来说 会有伤害的 所以回不回来就要看看这位店经理 到底有没有说谎 我觉得现在关键在于说 除了警方跟店经理的说法不一样之外 出现了一位王姓女网友 我觉得警方好歹是面对媒体接受访问 来告诉大家说几个关键字 第一个流浪汉 第二个大声咆哮 你把唐宝宝成为流浪汉是不是妥当 第二个有没有大声咆哮 到目前为止 电经理还有王姓女网友 不晓得是哪里来的 她似乎非常站在麦当劳的立场 我们当你不要去揣插是不是跟麦当劳有关 但是我们刚刚也讲到了 其实对麦当劳来讲太容易澄清了 21号发生到现在23号 如果说如你电经理所说的 根本是警察乱说 根本这位唐室证的女子确实造成困扰的话 你的录影带就拿出来就好了嘛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事隔三天了 录影带这么简单的事情 还不拿出来呢 那个维哲稍等一下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用脸书解录的 其实她这个网友是有名有姓的 就是刚才这个蓝玄讲 她是一个王小姐 她里头讲得非常的说 她就在当天她在店里头 她还在说明就是这个右插麦当劳店 没有拒绝任何人 她同时呢还帮她的店经理来教区 她说我们的店经理薄如 真的不是报道所说的无情 她举了过去这位店经理 在服务老人家跟小孩的时候 如何如何有耐心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来这个 无赖任何的人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最简单的 就是有报案的专线的电话录音啊 有店里头的监视器录影啊 那而且这一篇 王姓王友的这个po文 在po出来不太久之后又下掉了 那到底是怎么样回事 慧政 我觉得其实自从上次的菲律宾 有网路上一篇菲律宾外劳什么 在便当店的问题 我对这种网路文章说稍微打脸折扣了 到底是怎样 不过我一马归嘛 我必须提 董哥你刚刚那个照片跟这个照片 其实是不同角度拍的 对于那个店经理 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笔中子 是下意识的还是怎样 因为他手中握着笔 那可能是要讲电话那个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先不去管它 但就公司来说 我觉得其实不应该这样子的态度 所谓说公司说不道歉 因为没有侵害到那个唐氏证的 那个顾客的权益 为什么没有侵害到 人家来你店里消费 你不卖东西给人家叫警察来 这不是侵害到了吗 怎么说没有侵害到的权益 我们觉得这是没有办法接受 不过我觉得其实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刚刚签了这个 两岸刚签了这个服务贸易协议 我们那时候是 我们是觉得说我们台湾的服务 我们台湾的店家的服务都会很好 所以如果去到那边 开放到那边的市场 中国大陆服务很差 我看这个东西 我们自己也要稍微注意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态度 而且是一个中阶干部的 这样一个服务态度 画大一点比较高一点的高度 来看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我们真的服务医 还是有该值得该检讨的地方 话说回来 这个企业我觉得其实应该负起这个责 对啊 黄伟哲真厉害 连这个都可以扯到两岸 讲到服务协定好强 韋哲你的高度越来越厉害了 我希望你越来越高 但是我心里有错了 对啊 韋哲越来厉害 麦当劳越来越不厉害 麦当劳以前很会做这个 像这种事情 就像刚刚南先生所讲的 这是前天上午11点发生的 那你已经够了 现在第三天了 对不对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以后 你就明天了 你就三天了 你三天 你这录影带你有现成的嘛 你拿出来 警方有录音 因为报案都有录音 拿出来 看你怎么跟警方报案了 这个绝对不是楼森门 一家这么大的企业 如果处理事情 像邱一首讲这么不及格的话 你的检讨空间太大了 仁晋 其实不只是他店里面的录影带 或者是报案的录音电话 其实现在很多警方在处理现场的时候 因为他也要自保 他胸口其实也都有录音帝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事实怎么样 我相信很快可以查清 但我要讲另外一件事情 2006年11月的时候 美国曾经发生一个案子 也是跟麦当劳有关 当时有一个妈妈 她没有手臂 她就带着她的儿子 去麦当劳买东西 因为她要拿东西的时候 她只用脚斩去拿 结果店员只说了一句话说 你没有手吗 这个妈妈觉得受到侮辱 你知道吗 就打官司 2012年的时候 美国法院判麦当劳 违反伊利诺州人权法案 判赔她多少你知道 6万5千美金 折台币大概196万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案子 我今天很不能理解 是麦当劳的公关经理 他居然可以讲说 我没有影响他的权利 你知道其实在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们台湾民众 有时候在这个部分 我们是不像美国民众 那么的强悍 你知道他们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老妇人叫贝里克 他只是在麦当劳 拿了一杯咖啡 然后被烫到脚你知道 他就要求赔偿 后来赔多少钱 64万美金 其中有49万叫做 惩罚性的赔偿 国外对于这种人权的东西 它是非常保障 不管他有理或没有理 我其实不能接受 麦当劳今天这样的说法 为什么 因为现场有这么多人来看 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 那上面你可以看 很多人就怀疑说 他根本就是什么 店里面的员工 他开口闭口 在我们经理怎么样 我们经理谁谁谁 如果你真的心里没有鬼 你为什么要删文 我今天不能理解是说 麦当劳在面对 这么样一个重大的事件的时候 你一直在标板说 你是友善商店 你甚至希望所有的小学生 任何有问题的人 遇到问题都可以被到麦当劳 求助的同时 你今天却这样对待 一个唐人生的宝宝 对啊 刚仁静提到2006案 那个案子 拉尔森女士 他所被是萎缩的 这个案子非常有名 后来麦当劳判赔 但是我们这边 麦当劳说 我接不道歉 怀年龄以后继续来消费 好像这样就想 一句话就想把他抵掉了 但是这个其实在服务 或者对麦当劳的形象是有伤的 但是我们看 现在国内对于像这样的 这种的小朋友 或者其实 这个女士已经不小了 不过因为她的心智 当然是比我们来讲 我们还是认为她是小朋友 就是你是如何去善待 很多大的企业 为了形象都会去 雇这些小朋友 来当她的员工 你知道吗 回来我们来讨论 开心地手无足道 和总统夫人周美清合演舞台剧的 是一群喜憨儿 相当投入在表演中 设情地和加油的客人打招呼 或是专注地做月饼面包 喜憨儿就是唐世正 有个可爱的昵称叫唐宝宝 他们在很多企业工作 表现也相当受肯定 跟他们的一个沟通 第一个指令要非常的明确 第二个是指令不要太复杂 第三个是给他们一些时间 然后用引导方式 然后再加上一些 给他们一些正向的鼓励 其实他们会做得比人家更好 唐世正庇护商店的店长 每天和他们一起工作 其实唐世正的朋友很单纯 顾着性高就是执着认真 工作一旦学会就相当投入 每天做一样的事也不嫌烦 而教导他们工作指令需要明确简单 透过重复性高的步骤 让他们习惯 工作品质不输任何人 和缓的口气跟他讲 其实他这个部分 他不会有任何 他对人家不会有任何的一个 太特别的防备 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族群 汉唐世正朋友接触时 与句话繁为简 多讲几次他们都能理解 千万别因为不了解 而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每天经过捷印古亭站 古亭站他那家店 就是请那个唐宝宝 他在那边 他会擦地板非常乖 还会跟客人笑 我其实每天都碰到 我也会跟他笑 但是我不是讲我的个人经验 依照医学的那个 他这个唐世正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旧村蒙古症 蓝色体异常的一种疾病 患者21对蓝色体 多出一条蓝色体 特征呢 脸部轮廓扁平 两眼的肩济比较大 短镜小耳踏比 然后舌头外凸 长相如同出自一个 同一个家族 他自能有些障碍 生长也持缓 常常合并肌肉张力肉 视力及听力的缺陷 先连心脏病和急性白血病 那如果要预防他 34岁以上的孕妇 接受杨摩川之数可以检查出来 以下可以做母血的筛检 那当然 他们在身心障碍的小朋友里面 他这个族群是特别温和的 就是没有攻击性 但是被麦当劳的电经理说 他是流浪汗 你们警察来 我跟你们报案 你们就是要带走 这个其实是很悔一首思 我觉得麦当劳如果还不意识到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 那麦当劳最后就会 身陷危机之中 你今天的公关经理还出来说 拒绝道歉 麦当劳没有错 你的电经理还露出 那么巨要的一个态度 而事实上整件事情的真相 差不多也已经大白了 你基本上你就是把这个唐宝宝 当成是一个流浪汉报警 要警察把他带走 但是这个行为就非常非常的严重 你就歧视身心障碍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公司的顾客至上 顾客永远是对的 这样的服务业的 最主要的教育的铁律 跑到哪里去了 一个不仁以顾客服务至上的 一个服务业者 你还有理由生存在这个地方吗 其实我们当事人 澄清专线一直都是开的 其实我们觉得麦当劳 在台湾的企业界 战也是龙头的角色 我们也希望知道真相到底是如何 那我认为一个像是这种 公关经理的层级是不是能够 已经来代表把事情做说明 所以我们的陈时金专线还是开的 欢迎麦当劳有任何的说法 都打电话来进来 让我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刚才这个邱委员特别有提到过 如果说麦当劳里头有流浪汉 例如说在台北西门丁 曾经也有经过讨论 因为这些流浪汉或是看起来感觉是在 整个占据了这个麦当劳的话 确实有很多顾客不敢进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的思维 但是如果是像唐宝宝 他而且是乖乖的进去 给你几块钱要买一个冰 然后这种情况如果你要把他赶走 而假设他没有做任何事情的话 是不是非常不合情理 所以我们再让大家了解一下 唐市政其实他是固着性高 工作投入 直立明确 重复性高 步骤简单 所以有非常多的企业 都还雇用唐市政的患者 来进行若干比较简单工作的操作 所以我想请教蓝轩 我觉得看到这样的人会觉得很遗憾 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力气 让社会能够多包容这些身心障碍者 可是如果麦当劳真的如我们所 谈到的是这样的事实的话 真的是让人蛮伤心的 对 不过我觉得台湾的社会 普遍来说 我认为还是非常照顾弱势 蛮有爱心 非常爱心有理的一个社会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大家才会这么的哗然吗 因为你觉得一般来说 大家对于喜憨儿 对于唐市政的宝宝 其实都已经在过去这些年来 我想很多人送你会刻意去买 喜憨儿做的饼干 他们做的手工皂 月饼啊 没错 还月饼 然后我们看到阳光洗车中心 骗了非常多的一些喜憨儿 然后包括刚才董哥讲到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台湾的企业也好 台湾的社会也好 对于这些虽然发展迟缓 但是它明显的还是有它的工作能力 它只是说要操作一些 比较简单的事情 其实都给予非常高度的关注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最匪夷所思的地方在于说 它是麦当劳 它不是一般的说 一些比较小的商家 小的店家 你说好像它没有经过 非常多的一些训练 或者说它比较出现一些 不受管束的 或者它可能有自己 一些突发性的行为 我觉得麦当劳是一个 非常有机制的 是一个全球化的 一个连锁企业 它在台湾是一个食品 产品业的一个大龙头 速食业的龙头 所以就一个龙头来说 我觉得它这次的反应 真的是太慢了 我刚刚你也讲了 到目前为止第三天了 坦白讲 如果第三天 你能够那么轻易拿出来的 证据证明 你没有做这件事情 你却不拿出来 坦白说 我觉得太多人会很容易 执依你说 一定是你做错事 你心里有鬼 不然又不把录影带拿出来呢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麦当劳来说 我觉得 它的危机处理的状况 非常的糟糕 根本不用讲说 它目前这个态度 丝毫不道歉 所以我不晓得 是不是因为放假的关系 董哥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是麦当劳从头到尾 他们自己有看过影带 他们觉得他们非常对 既然我们是对的一方 我们干嘛自己来 这个出示证据来以政治清 是不是有种可能 他们觉得他们是对的 所以他们觉得 不需要做任何说明 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警方是公开出来控诉他 两个警察是公开接受访问 我们进来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 那他如果警察这样 诬赖他的话 他一定要澄清 22年前 王健先当财政部长 他觉得麦当劳 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 为什么 因为他不漏开发票 他当财政部长 他带所有的记者说 我请你们去吃麦当劳 红卫有没有印象 22年前 对 那时候统一发票 对 统一发票 他在推动 他说这是很好的企业 我作为政府官员 我告诉大家 麦当劳就是好的企业 他就这样讲 然后带大家去 所有记者拍 你看对麦当劳形象 你做的如果是好事 社会上或者财政部长 他会用公钱力来给你公道 那现在警察 他用公钱力接受记者访问 穿警察制服 我们进去 麦当劳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如果你是站在赢的 你自己也有录影 你就出来攻击警察局 缓驳他 就是你胡说八道 我们现场录影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 不要把它当作罗生门 就过去了 红卫 没错 我还是认为 麦当劳真的欠一个道歉 刚刚讲说有没有可能 其实没有这件事情 吉他自己乱掰的 因为你看那个电经理 因为他面对媒体的时候 他都说他还要了解 还要了解 他好像装傻 完全不知道 就被现场抓包 因为媒体就拿那个引带 给警察看警察说 就是他呀这样子 那我真的认为就是说 如果不是这样子 以麦当劳这样的企业 他一定会做强力反弹 那他现在没有做强力反弹 又说不用道歉 然后我们换意他再来 这简直莫名其妙 这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 我认为就是麦当劳 他今天你一定要逼着说 包含网路啊媒体啊 大家说你赶快出来道歉吗 我觉得这是欺负人 欺负这个唐氏正的这个女孩 他真的是欠他一个道歉 而且他如果做了一个 这么差的示范 真的在企业里面 今天麦当劳在台湾 终究算是一个龙头企业 如果今天接下来 我不认为你只是一个 电经理的态度哦 这是你一个总公司的态度 所以是这样子恶劣的吗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网路的力量非常大 如果今天有媒体这样报道 麦当劳不甩 是不是要在脸书上 有所谓反麦当劳 拒绝消费的行动 他才有可能来做若干的回应 我们当然也不希望 好像什么事情 都要搞到这种地步 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 已经隔了三天了 还是这样子 威哲 我觉得这个唐宝宝 坦白讲他们 后来媒体有去调查 他们家里面 两个姐姐出嫁了 然后他伴着一个 金账的弟弟 跟着他妈妈一起住 所以家里也不算很宽裕 所以对他来讲 买一个双麒麟的冰 应该是蛮快乐的事情 不是经常能够有的 不是经常能够买得到的 所以去到那边 碰到这个经验 我们觉得将心比心来讲 这样的这么大的企业 对于这样的一个小老百姓 有必要用这样的态度吗 我们当然不希望说 什么发起 一定要走到那一步 但是我觉得 他们的态度这样下去 可以可想而知 要求警察 直接公布报案电话的录音 然后麦娜娜你出来澄清 如果麦娜娜觉得冤犯 你赶快澄清 然后你要告警察 告媒体 对不对 不是这个样子吗 太这样子想要混过去 所以我很好奇 我还是不了解 我觉得麦当劳这种国际的公司 这种事应该早就解决了吧 先不要讲她是不是国际公司 我们如果从刚刚的访问单位 发现到 这个患者唐诗证的这个女士 她并不是第一次在那个地方出现 你看店家都讲说 每个都在这里 都坐在这里 而且麦当劳其实现在 她在走的时候 不只她是大企业 她其实在走的叫社区的经营 所以我不相信她的员工 并不认识这一位女士 所以今天发生这样的问题 我还是这一句话 我认为公关经理那个说法 是我非常不能接受了 刚刚主持人讲到说 网路发起 我可以在这边讲 麦当劳今天不到钱 我从今天开始 我就不让我家人吃麦当劳 好 所以我们希望这种事情 能够还是让大家 这个社会知道真相如何 我们开放空音电话时间 当然我们当事人陈诚专介 也是继续开的 说到消费者的权益 我们也知道呢 有些很好玩的行程 发现去了之后片很大 但是遗憾的事情 这个事情发生是在澎湖 而且我们看到3400块 老实说 怎么会有这么 天花乱坠的内容 一到了现场 真的是败心而归 把上回来 蓝天白云 一望无际的沙滩美景 让人看了心胸辽阔的蔚蓝海洋 不少人夏天就爱到澎湖晚一趟 但是有民众看了宣传DM 爱上爱尼岛 澎湖一间民宿业者 标榜不用出国 就能有像到菲律宾爱尼岛一样的享受 可以欣赏壮阔的海景 还能坐船乘风破浪 赤脚踩在沙滩上超放松 三天两夜套装行程 宣称可以坐豪华游艇 还有私人沙滩 让民众看了好心动 报名参加却是噩梦开始 他说是什么新沙之类的 整个海滩是很干净 那我们到蓬蓬沙滩 沙滩就都是垃圾啊 酒瓶碎玻璃 驱船单上的美丽私人沙滩 一到现场却变成垃圾沙滩 到处都是玻璃酒瓶 破布塑胶带 还有鱼网和树枝 看了真的好傻眼 豪华游艇不豪华 就跟普通船艇没两样 高级房间实际却超级阳春 夸张的是连冷气管线 也直接接到浴缸里 跟业者反应却没有得到善意回应 民众说就是被漂亮的DM吸引 以为会像菲律宾爱尼岛一样 风光明媚 游澎湖三天两夜行程 只要3400元 还以为捡到便宜 15个人揪团去 却和广告DM差很大 业者解释临时将行程 由爱尼岛改为东海一日游 前一天有用简讯通知 也愿意退差价 对于投诉民众 业者决定提告捏造事实 好 欢迎欢迎到节目现场 我们等一句来看到 就是说这个旅馆 匡梦幻行程 是个大骗局 搭破船 游垃圾湾 刚才我们的新闻中 已经写得很清楚 可是其实我要回头来 看一件事情 3400块钱 要去澎湖玩 我觉得在常识上头 好像有点不太可能 光是搭船 或是我们从台北要出发到 哪个地方加加高铁的钱 可能就不止3400了 所以3400块告诉你 它会是菲律宾的爱尼岛 我就觉得有点诡异 那大家知道 其实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听 因为这个岛的名字 其实非常的婆妈 叫做姑婆语 那因为现在很流行 到这个澎湖去开趴嘛 干嘛的 所以就是说 把它号称变成是 爱尼岛这种规格 我想请教一下 任俊你常常到处玩来玩去 你觉得 我觉得业者有点硬拗 可是消费者是不是也想得太少了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我不太理解 我今天上网查了一下 还真的有很多行程 是打爱尼岛 就是用这个 可是你实际去找 是没有这一个的 但是我今天找了朋友 去问了一下 澎湖的海巡署 他们告诉一个 更可怕的事实是 你知道在澎湖 有90座的岛屿 其中有71个是五人岛 什么叫五人岛 你知道没有警察 没有海巡 这些都没有官方 势力介入的时候 现在业者都怎么样 你知道 就是他几个潜水的业者 就找了一个岛 我到那边去 就占地为王 所以他都跟这个旅行 他就跟这个饭店业者合作 就是说你来我这边住宿 我就可以包这个行程 船就载过去了 所以他们是根本 也就有点侵占上 公有财产 那边根本是属于 无政府的状态 那边澎湖当地人就讲 他是无政府 就是完全放任业者 我今天讲一个 他今天只是遇到什么沙滩 沙滩上面有什么玻璃什么的 如果在那边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人是可以救你的 所以我真的很想问 第一个 澎湖县政府你在做什么 业者做了这些宣传的广告 澎湖就没有爱你岛这个东西 你放任他这样做 再来澎管处在干什么 你今天怪说业者怎么样 你知道按照法规来讲 一般的民宿业者 是不可以招揽旅游行程 他只能提供住宿而已 他如果是提供旅游行的话 这是属于违法的 可是我们在网路上 有看到多少家的业者 他都标榜的是我的吃住玩 通通都在一起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政府有任何的管理 对 他其实安妮岛 我印象中 是菲律宾的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但是他用这个来做宣传 当然澎湖的人是没有听过 我今天有问澎湖的朋友 没听过我们这边 你是问刘亦宏大哥吗 他没有听过 他是澎湖人 后来问了他们说 那古柏仪是无人岛里面最大的 古柏仪当然是 那澎湖其实我自己的感觉 很多友人岛其实 友人的小岛其实还蛮好玩 蛮有特色的 住了很少的人 但你坐船去 譬如说旺安或什么样 其实都蛮有特色的 然后人情也非常好 就是说非常温馨 但是如果用这样的片 老实讲你会把整个澎湖的观光业吃掉 将来谁敢去 这个这样子要跟你报导几次 谁敢去澎湖 没有人敢去就沙滩是这样 然后这样的业者是这样 把这些东西累积起来的话 对澎湖是很大的伤害 对啊 我是觉得刚刚大家讲得很好 就是说我觉得这已经不只是旅行业者 跟这位消费者治理本身的问题了 我觉得是包括整个澎湖县政府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离岛就像这个暑假 大家很喜欢去海边玩 要接近海洋 那台湾是一个婆娑之岛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方面的商机非常大 对澎湖来说 可能比起现在在力推的什么金门 什么马祖什么的 它其实更早开发 而且它其实更有很多的一些观光资源 什么花岗岩等等 所以我觉得对于澎湖来说 它得要好好的去珍惜 我觉得刚刚那个 我今天也有上网去看 那个沙滩 你真的觉得如果小孩子上去玩的话 我觉得铁受伤的 你看那一大堆什么玻璃穴 铁罐什么 一不小心如果踩到 还可能有针头怎么办 对不对 针头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那当然回过头来 除了这个澎湖县政府 真的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它可能会影响到 整个大家对于澎湖观观的印象之外 我觉得这个旅行 这个不能讲旅行业者 他是一个民宿业者 他确实我觉得 这一份该怎么讲 你说他有没有骗很大 我觉得他有点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 我觉得对于这些梦幻的字眼 以及以语言镜头 带出来的豪华双人房 却只有1700块钱 2100块钱 就可以住得进去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 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 互比三家不吃亏 而且网路上面的很多事情 有图有真相 虽然是一个事实 但是大家会知道 镜头会骗人 我们最好参加电视的专业 告诉大家 要从这个鱼眼镜头拍出一个房间 看起来很大 是拍得出来的 是就是女生完全不是长那个样 也可以拍得出来的 就知道 TotoShop的功力 它形容它有几个keyword 看起来什么 什么梦幻沙滩啦 资人海滩啦 豪华游艇啦 你就觉得哇 今天很棒对不对 问题是 3400块钱 因为晚上1700块钱 你怎么会去期待它是一个豪华 所以我要问一下 我们这边有很多民意代表 我们刚刚看完是澎湖一个地方 这种情况的话 那鸿威你看 这个是不是澎湖观光局 是跑不掉的 还是他到底应该怎么样 因为基本上他要推他的观光行程 他不可能不晓得 现在无人岛这些民宿业者 大赚齐钱做生意 是不是他们都没有做任何的宣�导 然后自己也说 对对对对 我们的姑婆雨 现在就已经变成叫做澎湖的 生意 所谓的爱你岛是这样子的吗 对 我觉得澎湖县政府 现在一定要出面去制止这个事情 否则其实现在已经进入澎湖的 一个旅游经济 大忘了 对因为澎湖大概10月以后 几乎就没有人去了 所以他其实只有这几个月 那如果是因为像这样的新闻 而且媒体做的那么大 然后你还是不管 放任这些旅游业者 或者是民宿业者片很大的话 我觉得对澎湖的整个的观光发展 真的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我还是认为澎湖非常好玩的 你即便你不要去到什么 私人沙灘摊什么开趴 其实它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那这个业者当然是片很大 你本来说什么豪华游艇 就是你做了一个旧山板 然后三千四百块 怎么会有豪华游艇 尝试想一下都可以知道 拜托好不好 变成垃圾沙灘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甚至相关的消保单位 其实也要出来管 因为这显然完全是 什么博士广光 根本就是在骗人 我觉得应该要开罚 其实澎湖政府 这几年花很大心血 他们办澎湖花火节 然后把很多人弄出去 然后我有一次碰到潘安邦 我說潘安邦 你对澎湖贡献很大 你的澎湖湖 让大陆人都想去玩 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碰到他 他说我们大家 他说董哥我知道你是金门的 你的金门也很那个 我说我们其实都爱我们的故乡 那我讲你如果爱故乡 让大家喜欢他 你要用真实的这个地方的色彩 这个地方的文化 而不是把人家骗来 人家回去 在网路上跟你开记者会 你名声就抽掉了嘛 当然是这个业者犯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第一个他是个旅馆 他登记旅馆 旅馆怎么可以卖旅游行程呢 这是第一个错误 当然这个地方政府有非常大的一个责任 第二个他签了一个旅游契约合约以后 然后变更行程 用各种旅游潮汐各种旅游变更行程 然后这叫做不识广告 这个叫诈欺 这个不止违反公平法里面的不识广告 而且如果这些客人消费者 要去告他诈欺是可以成立的 是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我们今天看到的业者 不管是大业者跟小业者 如果被人家踢爆的话 我觉得就好好承认吧 不要再硬拗下去 那个业者曾经还说 没有那个镜头造起来房间大一点 这种说法也讲得出来这样子 我们今天已经出现要求两个要道歉了 前面要道歉 这个业者我觉得 其实也要很清楚的跟大家说明 要不然小保管也要介入 要不然澎湖县政府的小保管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政府部门 我觉得其实这一个 这已经没有什么好争变了 其实我觉得要管理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本国人投诉 但是澎湖是外国人喜欢去的地方 我讲的外国人不只是陆客港澳客 可能还有这个西方人 语言不通 看到这种场景 我觉得更对台湾的形象 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我们目前在线上呢 有一些朋友打他进来 我们首先接听的是 唐市政关爱者协会秘书长 林美智林秘书长的电话 秘书长您好 有什么话要对观众朋友说吗 首先我要谢谢各位朋友 大家这几天来关心唐宝宝 在我们的粉丝里面 留言然后打气 那我们唐市政关爱者协会 是一个家长团体 已经发表了声明 希望24小时内 麦当劳能够道歉 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事件 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痛心 麦当劳不是一向以服务 以顾客为导向吗 这样子的一个老大心态 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要不得 而且对唐市政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一个污名化的一个表现 是好非常感谢 这是唐市政协会的秘书长来说明了 我们刚才也听到他特别讲24小时 在要求麦当劳必须把事情讲清楚 下一通电话 我们接的是高雄林先生的电话 林先生您好请说 麦当劳应该谴责 应该道歉 是 但唐宝宝如果在职场 我们是绝对给他肯定 给他鼓励 是 但今天他是在职场外 我只是请问一下 他们的家人在哪里 谢谢 好感谢您的意见 不过我觉得家人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公共的消费的场合 对于消费者的态度 以及是不是有扭曲事实 要麦当劳说清楚 高雄的陈先生在线上 陈先生您好请说 陈先生 您的意见是 陈先生 你好 请说 我是在幼山的店家 因为刚才有看到你的新闻 才晓得他是唐市政宝宝 因为他这个女孩子 他之前有来我们店家 他就坐在地上 然后要叫他出去 因为没有表达人力表 所以要叫他出去 没有办法表达 然后我们就打电话给那个 那个幼山手 幼山手 他一听到我们在讲的这个事情 他就晓得 这个女孩子 他说叫他们父母 要来把他带回去 可是那个他们父母还没有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 孩子赶不走他 然后就拿钱给他 他就走了 在过几天的时候 他又来了 又来了又 又没办法 我们以为是说 他可能是要下我们 了解 我们谢谢陈先生的意见 他其实在另外一个店家的立场 就是说 他的说法是看过这个女孩 确实对店家造成困扰 我刚才一开始就有讲说 或许麦当劳本身也有一些困扰 如果真的有困扰的话 他请警方来处理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我们希望 现在引起社会大众这么多的讨论 是不是可以把事实身相 说得更清楚一点 让我们也明白 说不定麦当劳有没有 那种理由跟他的苦衷 我们感谢大家的电话 打电话进来 我们休息一下 说到理由 说到苦衷 一个人想要选举的时候 对于另外的对手 另外的政党 说派出来的是猪狗猫 或是某某什么样的动物 都会赢吗 是不是很恰当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根是我的啊 黄澄澄甜滋滋的水果玉米 这个月几乎遍布台北市议会 买单的人是他 国民党中常委连盛文 请特助徐洪廷当分身 端午节前后 专程到议会拜会 这份伴手礼 不只送国民党议员 连绿营也有份 被形容是拜码头 一个市长候选人 去维系一些他良好的人脉的互动 我觉得那也是正常啦 那只是说 如果今年名单特别多 送的也特别多 那这样子 当然就会让人家 有这方面的联想 他自己这几年 可能在身体的调养上 比较多吃了一点有机的东西 很多的事情 不一定通通都要 把它牵扯到一些特定的目的上 来讲起来 人回来市场 不会没有人情往来吗 被拱参选台北市长呼声 建区农烈 连盛文送的这份礼 看似清淡可不随便 标榜产地收成 四小时内直送消费者 鲜度水分不流失 常规议员蒙笔大拇指 当然好感再添几分 类影选情被解读相对稳定 台大一世 柯文哲消遣 国民党在台北市 连狗来选都会赢 何况派投猪 会不会跳出来启动绿营改变动力 柯文哲还没松口 但对2014选战始终很有想法 用字比候选人还坚 引起的关注实在不少 哇 柯文哲现在远来社会的一见领袖 有什么事情记者就去问他 他什么都能讲 那我们看 现在他就想说要选台北市长 他自己想说我如果选台北市长 就是怪一大战神猪 神猪当然另有手指 但是他说蓝营拍一只猪都会赢 为什么 因为他到凯达格兰学校去演讲 然后他说会不会参选台北市长 柯文哲在里面说我还在准备 我在心里准备 他说台北市立营的基本盘只有40几% 一定输啦 结构性的问题不解决 南营派之狗都会赢啦 更别说是派之猪啦 他其实口德其实是很那个 过去阿扁 要行就连任我跑阿扁非常熟 那时候国民党在端午节当天 马航就说我要参加党内出选 那变成最大的新闻 有记者就去问阿扁 阿扁说我在台北做得很好 我的敌人就是我自己 国民党派一只狗后一只猫来 我都不怕 他在影视的时候马航就姓马 但他避免去讲出马这两个字 他就派狗后派猫我都不怕 所以人家就想说你的口德何必这样 你台北市长其实也做了政绩也不错 你何必把自己搞成这样呢 柯文哲这个就是被媒体宠坏了 就是说他基本上既对政治有想法 然后又被媒体宠坏 把他那种邪恶的恶劣的本质 整个在被媒体轰台下 整个曝露出来了 其实柯文哲本来嚣不嚣张 本来也很嚣张 本来是不是口德很不好 口德也很坏 可是问题原来没有媒体找他 所以没有人知道 现在媒体蜂有的找他 他又乐滔滔的 那么又想要去选台北市长 所以就整个恶劣的本质 就摊在台边上了 其实我觉得刚才新闻 是两件事情 就是想要选的人 或是有一些 动一些面头的人 可不可以做点动作 没有说不可以 所以我觉得他当然是 任何人都可以做任何动作 可是想要选的人 可不可以用这种话 来攻击可能的人选 我觉得也是可以来想一想的 对 我是觉得台湾那么自由 当然会有参选自由 也会有言论自由 所以我觉得刚刚不过来 讲到说这个 连胜文送这个水果玉米 或是讲说客户者不断讲说 我要参选的意念 一天比一天坚定 欢迎 我觉得其实距离明年 说来选年多 这两个不是说政坛上面的 一些常客老面孔 所以你们必须要提前开跑 所以尽快的宣布你的参选 一直不要浪费这些口水跟版面 我觉得要参选 就勇敢的出来参选 这是第一个 接下来我觉得当然 有参选的自由 这个选民做决定 有这个言论自由 大家做公平 我觉得柯文哲对你谈话 是真的有点太夸张了 我觉得其实他大可以用他的 专业来劝服别人 用他的能力来吸引别人 但是我非常觉得可惜的地方 他老是用意识形态 来包装自己 去撩拨台湾的蓝绿纷 我想问一下韦哲 我觉得是不是民进党朋友 我真的觉得在台北市的部分 国民党派什么猫狗猪都会选上 其实过去国民党有位立委 因为他就是说 后来被判当选无效 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他在庙会里面 捐了香油钱多少钱 2000多块而已 为什么 因为他以前也没有捐 后来也没有捐 那为什么都有 你要接下桌说送一个不行吗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严盛惠先生为什么这么好奇 人家觉得好奇 只有议员 都只有议员有送那个 所以我觉得其实 当然大家绿营会觉得说 在台北市的特殊的生态 尤其 陈渊贬在1998年那年 年任 他的名义知识都那么高 买意度那么高 可是得票率選出 好啦你就没有讲 柯文哲的事情 我先放过你好了 我尊重他的言论自由 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言论自由 柯文哲其实正不要准备 赶快来选 我们非常希望他来选 我觉得就说 他要这么得意忘形 那是他的事情 可是你今天讲就是说 这次国民党派个什么狗 猪都会来当选 你以为你觉得 这是在嘴巴上 是占了国民党便宜 好像你是批评了国民党 你羞辱的是台北市民 拜托好不好 那什么意思啊 派个猪跟狗 这个台北市民就选他 他当市长 所以这样的人 我们希望民进党 赶快让他出来参选 他不要再准备了 他已经准备好了 那不管他 他这么想选就让他选吧 陈俊 民进党不是每一个人 都喜欢柯文哲 我相信这是黄伟哲委员 这个应该会认同这一点 所以我应该这样讲说 台湾的政治 其实已经够低级了 如果还要再用 台湾英文Camping 比较方便 如果还用这种低级的语言 来加入政治化 我其实不太觉得 这是一种幽默 而且我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羞辱自己的一种语言 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其实在今天 也是特殊的一个夜晚 我们要跟观众朋友 在今天告别的原因是 从2009年的5月16号 我跟董志森先生 接下来210周末开奖的棒子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两个人合作 已经做了423集 阶段性的任务即将要完成 感谢在过去的423集当中 所有观众朋友 给我们的这么多的支持 当然董志森先生 还会出现在210全民开奖 一定要持续的锁定之外 我们的阶段性任务完成了 接下来需要什么样的节目 让大家更耳目一新呢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新朋友 介绍出来 下个礼拜的周末开奖时间 就由他来接手了 这个朋友有点特殊 是个小朋友 身材非常的小 所以我可不可以 请我们的熊朋友 先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了 哇 大家看到了没 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节目呢 是周末熊新闻 黑熊厉害 所以我想问一下 我们这位小黑熊朋友 你是不是号称 要以很熊的方式来报新闻 那我知道他的吼声大不太懂 所以我要来定义一下 所谓很熊的方式是什么 所以是不是很熊的方式 就是一定是不平责民 对于不顺眼的 错误的新闻 很烂的新闻 你们一定会坚守评论的原则 给他们毫不留情的一个批评 所以除了新闻的监督之外呢 对于政治人物政策跟政党 你们也会呢杀出你们的熊掌 是不是 然后对他们俩非常的 这个来严厉的来做一些考验 所以这位可爱的小朋友 是不是要Give me five 接下来我们的棒子 我跟董志生先生的棒子交给你了 下个礼拜开始 220周末开讲跟大家先说再见 由黑熊新闻来接档 也希望各位朋友们 继续支持TVBS五十六台的节目 我们把时间交给董志生先生 是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看这是台湾黑熊 上面有个位置已经表示他是台湾黑熊 这是台湾黑熊的特征 我们谢谢这段时间 大家对我们的照顾 还有对我们的支持 今天有些场感伤 但是很谢谢大家 董哥千万不要哭 你明天要跟很多观众朋友再见面 明天9点还是要看210前面开讲的 当然我们感谢大家 我们有缘再见 今天非常感谢所有的来宾 接下来我们最后一集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谢谢 还有我们的黑熊朋友 拜拜 下礼拜靠你了 再见 拜拜 拜拜